根据调查 在台湾每四人就有一人有胃食道逆流 台大医院健管中心也发现 有高达四成的人在健检的时候 才发现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我们最近有在做一个统计 将近到四成健康受视者 因为他们只在做健检而已 我们做胃镜的时候 就发现里面有看到食道发炎 胃食道逆流的整个盛行率 我认为在目前的一般的族群 其实大大的上升 除了常见的胸口灼热 酸水逆流 胸闷 胸痛 慢性咳嗽 或是喉咙有异物感 也可能是胃食道逆流的非典型症状 非典型的症状就包括 有的人是胸口痛 他以为是心脏病 另外一个大族群在耳鼻喉科这边 很多病人会觉得喉咙卡卡的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声音沙哑 因为有时候胃酸充得够高的时候 会对这个我们的声带会受到伤害 那还有另外一群是跑到胸腔科 慢性的咳嗽 国外曾有研究指出 断食可能有助于改善胃食道逆流 台大医院曾平慧医师表示 若是肥胖的人 减重是改善胃食道逆流的第一步 但不建议使用断食疗法 你断食的话就表示说 你可能一两餐不吃 这时候你不吃的时候 相对你的胃会相对会比较小一点点 等到你下一餐突然又吃比较多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胃又稍微 容积会不够 就会稍微又撑过头 所以胃食道逆流我们的建议 都是少量多餐 导致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相当复杂 台大医院曾平慧医师也提醒 这些不良习惯要避免 建议病人说 当然睡前尽量不要吃东西 至少三个小时以上 三个小时内尽量不要吃东西 第二个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 当然就是我们建议就枕头要垫高 到底叫左侧膛右侧膛 那其实已经很多的科学的研究 已经做出来 最好是左侧膛 如果大家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情形 不妨试试枕头垫高 然后左侧膛 除了透过药物的介入 保持适当体重 维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对于胃食道逆流的改善都有帮助 黑猴健康江鸿伦科盛会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见